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介紹一個可以補血 延緩衰老和豐胸的麵包醬 大家看看有什麼材料和做法 為什麼我說它是豐胸的麵包醬 因為它主要的成分就是鷹嘴豆 之後我會和大家詳細講解一下鷹嘴豆的功效 這個醬特別配中東包、法包和餅乾特別好吃 首先把鷹嘴豆浸一晚 但水要多加一倍的水 因為浸完一晚會發到很大 這個麵包醬不是一個簡單的食譜 所以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但吃了之後又漂亮又可以封空 真的很值得嘗試去做 浸了一晚之後我們隔了水 倒了水之後用熱水煮40分鐘 事不宜遲我立即和大家說一下鷹嘴豆有什麼功效 為什麼說這個醬特別適合女性呢 痴激素是一種主要的女性賀爾蒙 卵巢分泌痴激素是由女性兒童進入青春期開始 痴激素的分泌可以出進陰道、子宮、舒卵管和卵巢本身的發育 還可以維持女性皮膚彈性 讓女人的外表看來年輕一點 身材前凸後挺 充滿女人味 而今天介紹的鷹嘴豆含有二黃銅 這個二黃銅是植物性的刺激素 可以延緩衰老 所以它可以令到女性皮膚保持彈性、養難和封空的效果 此外它還有補血的功效 補血對女性是很重要的 如果氣血充足的女性看起來都年輕一點 鷹嘴豆除了痴激素之外 它裡面還含有色安酸 色安酸是什麼 色安酸可以令到人體產生積極的情緒 睡好一點和安撫你的情緒 鷹嘴豆還可以降三高 降血糖、降血壓和降血脂 還可以防便秘 它對糖尿病、心血管的毛病、腎規、腎虛都有幫助 中醫角度來說 鷹嘴豆有潤肺、消炎、養眼、強健筋骨、健胃、解毒的作用 現在看畫面 我把芝麻之前已經炒香了 如果你買的芝麻回來已經炒香了 就不用再炒香 直接磨碎之後加上油 橄欖油最好 如果沒有的牛油果油都OK 磨碎了的芝麻加上橄欖油就變成了芝麻醬 蒜頭剛才已經焗了30分鐘 放冷才會擠出來 否則會很熱 蒜頭有幫助消化、健胃、殺菌的功效 還可以防癌、抗氧化、心血管疾病的預防 和延緩衰老的功效 看畫面 鷹嘴豆已經煮了40分鐘 隔去水份 留回去 不要倒 待會用來打的時候 要加點水下去打 今天的材料其實都不是太多 只是鷹嘴豆、檸檬、蒜頭和芝麻醬 這個醬是要浪費少少功夫 但想起它的效果 浪費少少功夫也是值得的 這個醬當然不只是女性才能吃 男女老友都適合吃 但有一類人士 就是痛風的人士 對豆類可能會敏感 所以自己留意有沒有對這個鷹嘴豆敏感 這個醬的調味 要自己試適合味 其實試味的時候 鹹一點都可以 因為你塗在麵包裡 如果味道太淡 就會沒什麼味道 不夠味道 所以比較偏鹹的時候就對 當你塗上麵包的時候 或者點餅乾 就很好吃 香草方面 其實你都可以放些番茜、百里香 新鮮買到的放新鮮食物都可以 芝麻都有很豐富的維生素衣 還有潤膚、補血、明目、補益精血、潤醋、滑腸、新瓶功效 把所有調味料和材料攪爛 打勻後 就可以倒出來 成功了 你可以入瓶 放進冰箱 一個星期之內 吃完就可以了 吃完之後 身材又好 皮膚又好 身體又健康 如果你喜歡我的食譜分享 歡迎你訂閱我的免費頻道 我好快又會再有另一個食譜和大家分享 下次見 拜拜